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国宽 收看本期节目 最近这个病一直没好立足 如果这个讲的不太好的地方 大家都担待 这期的节目我个人觉得对于很多要买投资房的朋友 有很深远的意义 所以大家听好了 我今天在看数据的时候 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这个区比那个区贵啊 他举个例子说 为什么这个Rose Bay比康靠的贵 有朋友说 那Rose Bay他带水井啊 各眷大桥 金收盐底 那肯定贵嘛 好 那咱换一个去 Olaro 我记得六年前的时候 在Olaro看一套房子 要一千万 什么呀 连个水都没有 那时候不太懂啊 结果人家二十多天就卖掉了 估计现在拿到市场在两千万 那你说为什么Olaro的房子比康靠的贵 仅仅是因为他离市中心近吗 那咱换一个 那夕找一个Glib 东区找个派对的 两个都是派物区 离市中心距离差不多 那你说为什么Peddington比Glib贵 有人说 哎呀 因为Peddington这个有底蕴啊 Glib也有底蕴 那因为这个Peddington这个咖啡好喝啊 我跟你说 那Peddington没有好的咖啡馆 你真正吸你好的咖啡馆都在新的内西区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简单来讲 这个呢 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是文化的一个沉淀 慢慢的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个状态 我们一说东区 Olaro也好 Rose Bay也好 Bronty也好 大家都认为 那个是好区 所以它贵 包括很多投资人朋友 他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他要选一个他喜欢的房子 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 因为你又要投资 你要喜欢 我看了这么多年房 那Peddington的房子我多喜欢 我不喜欢 但我不讨厌它 你如果让我买个投资房 我会考虑的 喜欢一个房子 这个事情呢 也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也不是很容易改变 但如果有一套房 它很贵 你又没看出它哪贵 甚至打个七折六折 你都感觉不出来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你的问题 不是市场的问题 不是细腻的问题 我记得上期的节目的时候 我举例的时候 有举这个North Bondi 我当时说了一条街 叫Brighton Bolivar 我说你看 邦邦这是卖两个很好的房子 之后紧接着第三套房子 很快就拿出来卖 上周那套房子就卖掉了 就是这套 占地四百多一点 三房一位一车位 也没有翻新 隔壁还是个child care 卖了八百万 那你说套八百万的 这个买家 他脑子有样子 一定不是的 否则他不会那么有钱 所以 我们在买投资房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 我的终点是 这个房子 我买到了 我挺喜欢 谢谢你 也打握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但是在我看来呢 还没有结束 你要知道 你买的这个房子 它只是一个载体 我要的投资效果 是透过这个房子 能找到 它后面对应的优质买家 这个东西 它要能吸引到 后面的优质买家 吸引的越多 我的房子 未来的升值就越好 因为这种事情 在国内 不太可能发生 如果你是在北京 你买北京的房子 你会非常了解 如属家镇 但在悉尼 这是有一个 文化的冲突的 所以我们要争取 把这种冲突 慢慢的消化掉 这就是今天的前一部分 我们进个片头 一会跟大家聊聊 上周的市场情况 上周期的清败率 还是70% 昨天澳联储涨息了 我个人觉得 涨息对市场的影响 个人感觉是这样 就是说 这涨息的市场可能会停 然后 这市场怎么没停 怎么还是这么火 那不行 我也得买 这是我自己瞎说的 这周找了四套房子 跟大家前来聊一下 第一套房子 位于新的下北区 Cemmery这套House 占地是357坪 内部131坪 三方两位不带车位 上周用事24天 以295万欧币的价钱 拍场收出 而在09年11月 买入价钱是138万欧币 这套房子呢 涨的其实不太像下的 叫Cottage 在这个内息像 表面呢 像Lilyfield 其实挺多 跟那个孙悟空编的 这房子呢 是做了一个翻新 然后把后面的用事填了 这个涨幅 我觉得还说得过去 第二套屋 位于新的内息区 Conco的这套House 4位10车位 上周用事24天 以660万欧币的价钱 拍场收出 而在10年5月 买入价钱是114万欧币 这也是一套典型的 推导重建的5月 我就特别喜欢那些 那种舍我骑谁的那种状态 10个车位 这一个车位看 目测就过了300坪 我前两天看了一套 上北的大宅子 也能停10个车位 人家要3000万骑 所以我说这个Conco的这套 挺厉害的 而且你看呢 其实不同的区 它的色调是不太一样的 你像这种Conco的 Straffield 它用了很多的深色调 你在北海湾 你很少有深色调的方 都是偏浅色调 所以我们如果买个房子 要未来做这种设计的话 我觉得最好还是要考虑到 你所在的这个区域的特点 挺重要的 内西就是典型的 这种Vasachie的风 第三套物业危机 下北区Cremont 这个House 占地是511平 内部331平 五方三位两车位 上周用事146天 以620万欧币的价钱售出 而在09年买入价钱是145万 这也是一套典型推导重建的我也 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 经常是先通过照片 来了解一套房子 说实话 这个房子照片拍得很漂亮 但其实去年年初的时候 off market 我就去看我这套房子 当时中间要价是750万 我说什么呀 就750万 后院是偏高的 隐私性不太好 房子盖的 后形还可以 但我觉得不是很结实 新房子走在上面嘎吱嘎吱的 隔音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当时就没考虑这套 它上市的时候也是上来 也是要700万 最后磨叠的4个月 620万卖掉了 所以你买房子的时候 你不能光看照片 像现在North Bridge 有一套房子也是 换了两个中介了 还没消化掉 我当时问我同事 我说这房子怎么回事 他说这个房子 碰顶有点低 你这是碰顶的东西 你拿照片能看出来吗 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还是得实地看 最后一套案例 位于上东区Darling Point 这是一套Town House 三房三百辆车位 上周用时65天 以790万卧币的价钱售出 而在21年11月 买入价钱是1020万卧币 这数字呢 我不是很确定 所以我就不说 人家跌得有多惨 这样的话 我只说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因为之前有客人问过 我这套房子 我刚才说了 我说我们是透过房子 要的是后面的人群 但是我要知道 在不同的区域 它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Darling Point 是一个上东公寓 比较多的一个地儿 它其实的downsizer也很多 老人家也挺多的 所以你买这么个Town House 也没有电梯 就比较郁闷 如果这房子是在Double Way的话 我觉得会很容易消化掉 所以这个就稍微有点 对不上 像今年的Darling Point Mona View Road也好 New Beach Road也好 这种三房带景观 过1000万的房子 卖的挺多的 而且卖的非常快 所以你要想把这个投资房买好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区域的人群 和你的这个 这样买的房子是否匹配 这个也很重要 那做一个总结 很多这个新闻报道 经常是说中国人 买了很多澳洲房子 其实不单单是澳洲 美国加拿大 很多国家 中文人骨子里就喜欢买房子 就是说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是你不能阻止我 对吧 我就买了 能怎么着吧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 我们作为华人 OK 我们要买房子 我们要把买房这件事情做好 那你要记住 我们买的 不单单是他们的房子 我们买的 还是他们的本化 我们要做一个 更聪明的投资人 好吗 那本期节目大概就这样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